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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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流山和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蒸香波》再加上烦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相信在香港的网友仔 搭小巴也是很常要去做的事 相信也是的 大部分人都有搭过 而且搭小巴真的比较快一点 轻便一点 路线方面的选择都叫做 灵活一点 灵活很多 因为巴士来说始终都是大街大巷 小路不是不行 可能班次比较少 小巴就要填补这些空缺 有时快起来找到小巴 真的相当上歪歪的 不过问题就来了 有时候小巴又要等 什么上了客 或者叫上满了 或者上到某一个数 才会开车 所以有时候都未必会叫这么快 当然了 搭小巴希望快 看到小巴上面发生了一件争执 没有想过 好笑 而且我们平常都觉得 小巴司机是比较暴躁一些 一般来说是 不知我小时候乘搭小巴 小巴司机也挺兇的 所以我们做乘客 多数都是暗顺 没有想过这宗神返转 反而是乘客 还要是穿衣服打胎 看样子和造型上都是斯斯文文的 没有想过 他那个粗口如虾骸 可以满天飞 对 闹足几分钟 看来这个人还是很烘的 这位乘客 对了 见他 takich 竟然很大 没有想过 这么囤嘆 而且闹得其他乘客 都算是忍不住 忍不住 事源是什么呢 其实有一位阿姐在画面看到这个 她在上车的时候 她们下意识想看后面还有没有位置 而此她以为是后面 有时我们也会错觉 当最后的两个位置是没有人的 可能那个位置比较低一点 还有人缩下了 有时你真的很难不在意 如果坐在那里是小孩 就这样看过去可能是一个空位 看到以为有空位就立刻拍卡 拍完卡之后 让她看一看 有个小孩坐在那里 那就大劲了 自己拍了卡扣了钱 但原来整个车已经没位置了 唯有四四地气下车 我自己试过 我自己试过这样的情况 浪费了一程车费 如果一些司机好的 就会跟你说 我通知后面那一格 就叫她 一会你上车的时候 就不用拍了 有些就会叫你 你站一站 如果下一站有人下车 你就可以了 今次试完是什么 呀 他有个位置 这位粉红色衣服的姐姐也很深刻说这个位置 后面的姐姐她反而想走回来的时候 让她坐下来 司机也有叫她起床吧 后面的姐姐还没吞卡 你下车吧她不肯下车 不如这样吧我们完整完整完整 看回这段影片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一边就立刻分析一下 因为这段影片收音那方面就不是那么好 很多杂音 很多杂音大家会听得很辛苦 我们尽量把当中的对话呈现给大家听 当然粗口的部分我们就会删掉 没错 大家不妨一起欣赏一下上文下理是怎样的 我们显演旁白 好来准备 大家一起拍卡 来吧 重点的这个姐姐 人家立刻下意识就走到最后看看是怎样的 然后这个粉红小莎姐说有个位置 有个位置 她坐下去了 其实她还没吞过卡 司机大哥说 这个人为什么不吞卡 司机大哥说你下车 叫她下车 她可以拍卡 你下车 我先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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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下车 她吞了卡 她现在没有位置 我先吞卡 我先上车 你下车 你下车 她现在吞卡 她没位置坐 你还没吞卡 好吧 今天这个粉红小莎姐 还好 还有一个和事佬 就说我稍后下车 还是怎样的 接着这个阿哥 还是不满 还在耳暗耳暗 他还在闹 现在在这一刻的情况 还想我们拿些东西出来 手机就按一下 还在耳暗耳暗 这个阿姐算是这样 就要等一等 这个司机大佬也好一点 因为 就在那里骂 就在那里骂 什么呀 你妈妈怎么样 这样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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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出来开车 这样骂 这样骂 我刚刚站在那里 你竟然说过阿姐 你没事 你不是黏 你不是黏 靠叉线的 他在我后面 你先说过阿姐 你先说过阿姐 5X是吗 你没脑 哇 这样骂 现在还在这一刻 还在这一刻 还在狂说 是不停的 是不停的 人家明明是那个阿姐 还在骂我 指着在那里骂 不停地骂 现在还打算开电话 去拍下司机的驾驶症 他还在说刚才的单位 他还在说自己 再用粗口骂 司机说 你嘟了八辣通了 没有 刚才你还没付钱 你现在才付钱 他说完之后 他想拍摄那个记者 驾驶症 他竟然在骂司机 趕着上班 X你妈妈 正X guy 他其实很晦气 他会扔散子 在钱箱里 你有没有X钱 正X guy X你妈妈 在那里骂 其实那些人已经走 我说了两句 是的 他下来都是 司机很清楚 什么街打什么街 是的 他经常骂司机 X guy X guy X guy 那司机在哪里 开始 发费器 付钱 你这些人还没有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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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那里找散子 你看 搞了这么久 其实说到这个情况 后面已经有些乘客不满了 叫司机不要理他 继续开车 越骂越过分 这位西装人 还在买散子 一般来说 你上车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要用散子的话 原来这个人没有 你看他 乘客就走了 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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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你什么街 还是什么 还在骂 给你 要等钱花 这样骂 赶着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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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的士 这么说 不是 又不回答 可能自己也没有钱回答 后面的人都看不过眼 真的骂他 有些人骂他 喂 好了 越骂越过分 他忍不住 然后小巴司机也忍不住 也说 师兄 你做一下证人 麻烦你了 然后一直这样下去 不断骂 我都没出声 这个司机也挺好EQ 是啊 遇着一些火爆司机 可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 根本连辆车都不会继续走 停在这儿 跟这位乘客狂闹 好幸好这位司机也是 我相信都是非常之心的 面对这些 恶恶客人 都是以后一种办法处理的 那你见到 那些人都忍不住 要遮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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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谱了 这些我也是太过分了 你坐巴士有什么必要 是和别人杀戏 那司机叫你下车 你就下车 等多一会儿 小巴一向都很密 明明你自己都未 你看看 你给钱 明明人先吐了 在你前面 你竟然还说 我先上车 还是怎样的 明明这个阿姐才吐了 吐完才到你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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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 确定一下 有没有位置 你才上车 其实这个人的原理 是这样的 是吧 他见到真的有位置 那便上车 上完车才再付钱 其实就是这样 你倒进去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很奇怪 你怎么说 为什么不立刻拍卡 或者立刻入钱 你上车前 你要用省纸 你应该准备定在手 但是他又没有 他是上车 还要骂一大轮 才吐个荷包 出来 他不是故意的 他很明显 就是想先霸了位置 如果他还在 但是他在这里 疑疑疑狠都在挨钱 挨百搭通 这个捆了卡的姐姐 看到她还在捆 就很明显 会走过来 坐下 到时 他再捆都没用了 就直接 请你可落车 所以他 别说他 我几点坐下 我就不走 我就不动了 你会开车 司机也不会和你抖纏 也没办法 你一个坐着 自己坐下 就是 司机时间就是金钱 跑多几转,为什么小巴司机会链得比较快 就是这个原因,他多快一转的话就多做一转 赚多一转钱 对啊,不过你入钱 我很少见有人入钱,去到现在这个时代 以前反而多一点,现在也很少 一般人都有八达通的 因为还那么老土,还用银散子 不过有时都会用的 有时你买东西,有很多草草麻麻,有很多神沙 通常都是坐巴士或坐小巴的时候就洗掉 这个阿哥用大条道理的说 我是先上去的 没有啊,没有想上去的 你明明跟着这个阿姐的背脊上来的 明明跟着她的背脊上来,你还说自己 咦,我们看到你的,这个阿姐拍完之后才到你 这个阿姐又没入钱 还要不肯下车 对啊,这种人呢 离谱了,你明明看到这个阿姐的背脊上来的 可能你当你看不到,看到有位置 你就想倒下去,霸住了 让他没得坐,这样的人都有的 还要不断骂司机呢 我觉得最过分是什么呢 是吗 你还要狂骂司机呢 例如什么正X guy 尤其是那句我觉得最容易的是什么呢 说赶着上班啊 X你妈咪正X guy 搭得小巴也好,还是怎样 香港人分秒必争的 只有你赶 整个小巴好像是他的一样 司机不只是服务你一个 对不对 你打胎又怎样? 高级一点? 做成功又厉害一点? 不一定的 可能做过散仔而已 打一条胎只不过是假扮事情而已 或者在礼貌上,在工作上 需要穿写衫打塌的 也有 但是有时自己呢 你不要这样的 司机都说要拍一拍一拍 你喜欢拍一拍 是透露的 是不是 有视频的 你看 现在样子的那个人是他 虽然他现在戴着口罩 我相信 有认识他的人都能认得到 这个人是什么 这么过分的人 其实香港有不少的 我发现 整天都说要拍摄别人的症 要投诉你 尤其是投诉的很多都是这样 我要投诉你 投诉完之后 不满意 叫你上司跟我说 上司又不满意 我再投诉你 投诉两个才觉得够好 不过这些人拍了相后 是不是真的会去投诉呢? 不会的 一般都 假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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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下气气 再加上 现在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里面都有这个闭路电视 根本事实是怎样都很清楚 这些事情是没得拗的 还要这次有收音 虽然收音的时候有些迫迫迫迫迫迫 还要指着人在这样骂 我先上司 你说这么多有镜头有真相 这人证明了你多么愚蠢 是的 这些人渣 可以的 就是把他拿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问问他 我不知道他生意不好 还是受了气 受了气 不可以把他发泄在司机身上 这个司机 为什么我会出声 我很害怕 你影响了司机的情绪 他要开车 又要挂着你 又要开车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路 比较弯多 又窄 真的要金睁火眼才行 因为到时司机有什么错手 会骗到别人的车 只要停下 在这里 理论 拍照 又要叫警察 很烦 不是大件事 就算是小件事 也很难搞 所以呢 通常 为什么巴士也说 有那个规例 就是不可以骚扰司机 我相信小巴士也有这种规例 但是一般人 有时问起路 或者有哪个地方要下跌 跟司机说两句 都很正常 但是很明显这一次的情况就是 这个西装人在骚扰司机 对了 还是很过分地骚扰 用了什么粗口 这个人也挺有趣的 他这么多粗口可以说这么久 记住啦 穿西装打塌也好 穿什么都好 我们都说过了 例如那些立法会那些 那时候他们经常都说 穿着西装的琴兽 那时候那些什么 杨岳桥那些 看到他说的东西 再配合他的衣着 看见到眼火爆 还有谭文豪 那些也有什么 这一件事 希望其他的司机大哥 都参考一下 这位EQ这么高的司机大哥 前辈你看他的年纪和声音 如是这坐车的方面 大家就礼仰一点 小巴也很密的 不用担心那么多 没错 看到那个时间 都是早上来的上班时间 你赶上班 人人都赶上班 这个时间可以回答的 当然有自己的原因 好 我们今节 来到这先好吗 太阳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